我现在在巴西礼约热内卢 我身后的是世界三七大奇迹的基督像 今天刚好是巴西的国情日 跟我一起来逛礼约吧 提到礼约热内卢就会想起基督像 说起基督像那就是礼约热内卢 这座本就有30米高的雕塑 坐落在700多米高的科尔科瓦顿山峰处 1922年为了纪念巴西独立100周年 基督像屏蔽而起 巴西人说上帝花6天创造了世界 又用第7天创造了礼约 这座南美洲的热情城市 即将用它春末盛夏的热情 去拥抱G20和中国 在这座城市 我发现了它与中国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系 比如在礼约遇到的每一位司机 只要听说我们是中国人 都会跟我们看两句 这位师傅说 中国人很聪明很诚实 如果巴西像中国一样 有那么多城市就好了 他还是说自己喜欢李小冬 而且巴西人都喜欢 还有一位师傅是兼职拍网络车的 他说他去过中国好多城市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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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港的码头停着来自中国的集装箱 李瑞人有着他们自己与中国相关的故事 这些都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更多好奇 所以我特地找了一天出来扫街 想要更好地了解下这个城市 最近的李约进入了休假模式 15号是国庆日 20号是黑人觉醒日 这两天都是巴西的法定假日 加上G20的原因 李约人还多了几天假期 导致我没看成很有名的中国情 来李约热内卢的中国人 都会想去看看中国情 他藏在地鲁卡国家森林公园里面 是为了纪念来巴西的中国茶农而建立的 虽然没能一堵真容 但即便是纪念馆内的一顶澳门茶杯盖 也在诉说着19世纪中巴通过茶叶建立起的友谊 这位司机适应说 中国是一个跟巴西有着好心帽往来的国家 这座被称为狂欢节之都的城市 曾经是巴西的首都 也是南美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经济发展上 巴西和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而它的媒介则超出了我的想象 巴西普语中有很多好的词语都与中国有关 比如好生意的意思 就是指跟中国人打交道 山上的一颗波罗蜜 突然就打开了我们跟一位本地女士的花匣子 最有意思的是 聊到开心时 她突然打开手机 非要让我看看 是她很喜欢在脸书上看中国网剧 为什么你喜欢这种表演 它就是你知不知道 它就是严重的 是的 有很多瞬间 我都会觉得巴西人和中国人很像 比如都喜欢热闹 在塞勒龙街区 游人如知 银人万天 好不热闹 他们也喜欢打卡拍照 又比如巴西人也喜欢在路边下棋 也还有人像我一样 喜欢看别人下棋 这几天 里约热内卢的早晨一直在下雨 但最终总是会拨云见日 在基督像张开的壁弯里 小刘和新认识的巴西朋友们 都在等待着J20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